韩国女团的竞争有多激烈 成员金佳英 据悉,金佳英在退出演艺圈后 经营了一家自己的咖啡店 当天她透露了 作为女团活动七年间的辛酸 提到Stella就不得不说 Marionette提携木偶这首歌 因为在此之前 Stella很长一段时间走的是精神路线 根据佳英说在拍摄 Marionette 这首歌时 MV的制作商要求成员 在喝牛奶的时候留下来一些 而成员照做后发现后期 竟然被向着性感风后期编辑 这让那年只有20岁出头的成员们感到很受伤 因为他们的初衷并不是这样 而在Marionette 走红后 Stella的性感风格更被权益 佳英回忆在Vibrator期间 公司要求他们在拍摄当天穿着非常暴露的衣服 当时他们反映穿着这个绝对不能跳舞 但还是被否决 最终进行了编辑的照片 全都出现在专辑中 为什么没有反抗呢 面对这个提问 佳英说 年轻时我们真的很害怕 担心我们将不得不支付公司的为余费用 佳英还坦言 Stella活动期间对于她而言 并不是很好的回忆 实际上 因为走性感路线 而宝州真一的女爱豆并不少 之前一个路线女团 Bambino成员朴恩帅 就因为大胆卖力的表演 引来不少骂声 有一回朴恩帅在表演时 因为没有穿安全裤 开腿动作又太大而走光 那场表演的视频 在网上被网友疯狂放轰 其中甚至有很多不减点的羞辱 近日 朴恩帅在接收访问时 祈祷此事 他说在自己还是一名 Danser是曾经因卖力的舞台表演 颇顺好评 网上他的影像底下 有许多直拍女神 直拍妖精 第二个Hanny之类的留言 让他很开心 然而在他出道后 静音此悲吗 他表示 这些话让他很伤心 提起这些往事 他也不禁流下眼泪来 演艺圈里真是有很多身不由己 付出很多也未必能够获得成功 小伙伴们都喜欢过 哪些很遗憾没有大红大紫的艺人呢 演艺 resolver